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讲解,栏杆库和路径排链 在天灾当中,我们使用栏杆库命令,可以从栏杆单元库中调出栏杆的单元 从而对其进行编辑,后可生成一些栏杆 而使用路径排链命令,可以远着路径排链生成,指定间距的图块对象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针对这个已经打开了这么一个图形对象 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一个西南四头和这个开链视线模式 假如说这里是一个阳台对象的话,我希望在这个位置创建一个四周围这个栏杆台的效果 那怎么办呢?首先在这里呢,我们来创建一个 指定栏杆库命令,在其中我们选择一个复杂栏杆杆 这里根据要求,我选择这个对象,栏杆对象2 然后单击OK,这时候我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了四周的空白位置就可以了 确定,按回抽,这样子确定好了 当然我现在切换到这个二维相框模式 二维相框模式,这时候我们根据图形的要求 我们来绘制一个多段线 绘制一个多段线,怎么来绘制? 举个例子,我现在这样子来绘制 执行PL命令 先来确定它的起点 中点,第二点 好,再来第三点 这一点 好,OK 我们把这个路径颜色,我们转换一下 比如说转换成这个洋红色 OK 我现在希望由这一个栏杆 远着我们所绘制的这么一个路径 来生成这个多个栏杆对象 那怎么办呢? 好,首先我们这时候 当然这个位置放在这里可能不是很得体 当然我这里重新选择一个栏杆扩 我选择另外一个栏杆 普通栏杆 这里也不是这种 我们干脆就是这种 先来做一下 做一下 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行了 这里执行一个路径排链命令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路径 我选择这个 好,OK 然后再选择这里一个选择单元对象 它这个位置呢 我这个自动生成就可以了 自动生成 然后输入间隔 单元间隔为400 400 然后根据要求 再来选择确定 这里我们重新来 选择路径排链 选择路径 我这里 让你看到这里 把这个还是还原出来 路径排链 选择路径 再选择单元对象 这个确定 然后这里是400 我改成400 然后自动调整它的宽度 直接再来单击确定 你看 它自动的在这些地方生成了这么一个难感对象 按照路径排列的 你看 自动生成的 这就是我们怎么来创建难感对象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我现在再来撤销 我按Ctrl加Z撤销 那我按Ctrl加Z撤销 快一点 好 我把这些强体 全部把它删除掉 这时候我远着这一个路径 P 再来配置一个路径对象 OK 选择它 我在这里选择另外一种颜色 这时候我们这里选择 当然这里一个栏杆库 我也调出来 调另外一个栏杆库 比如说我是 这种栏杆库 确定 我放在这里来 当然它这个大小是多少 我们不管它 直接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要求 在这里呢 我来执行栏杆排列 选择路径 再选择栏杆库 确定 然后它的宽度 自动的进行计算 我这里自动调整 比如说我调整为150 然后预览一次 这个150呢 我现在进入到 这种效果看一下 还不行 这个我调整为300 调整为300 预览一次 确定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所创建的 这一个路径排列 这一个栏杆库对象 当然后期呢 我们上面还有一些对象的话 我们把它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来创建 这一个栏杆库和路径排列